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本节目由专制浓潭酒壳的好书宝 冠名播出 老蛤窃贼去无踪 在各个的路口和所有的综艺现场周边 我们经过这个视频都已经封死了 就没有发现这个嫌疑人的踪跌 垃圾箱里的名贵烟酒 北方警示即将播出 有请是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各位好 我是于彬 人们常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今日在盘锦市兴隆台区某烟酒行内 一夜之间店内价值近十万元的 明烟明酒被盗 可就是这样一起看似简单的盗窃案件 盘锦警方在侦办中却发现 该案件处处透着不同寻常的味道 首先这个窃贼在逃离现场之后 警方一直没有发现嫌疑人的踪迹 其次这些被盗物品出现在了一个 可认谁都想象不到的地方 那么警方最后是怎么发现嫌犯的蛛丝马迹的呢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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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 远的 受罚没用 什么 带着 画面中被抓捕的这个人 是一起盗窃案的嫌犯 警方为了找到他用了十多个小时的时间 而就在十多小时之前 在盘锦市一家烟酒行工作的店员小静 一上班就发现店里的情况不对劲 早上我开门的时候进来 看着小静到柜台前 看着上面这个烟都掉地了 货挺乱的 柜台上也有 原来下边这个柜门都是开的 小静清楚地记得 前一天自己是最后一个离店的 走的时候店里还是好好的 难道是自己走了以后 店里的其他同事又来过 我来那个我就问我同事 我说的那个你来求烟了 他说他没有 既然同事根本没来过 那么店里是怎么变得如此凌乱的呢 小静立马感觉有些不对劲 你说你看看咱们 那个斗面那边有窗 你看那边窗又没有啥 那个不正常的 他就过去了 说看窗户被砸了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店内窗户的玻璃被砸得粉碎 小手指粗的护栏也被割断 这情形一看就是禁贼了 之后清点的 一共丢了五戒尔茅台 六条南京梦堵 一条远中花 经过清点 店里的员工发现 一共享受了价值十多万元的货物 一时间全都慌了神 首先我们得跟我们经理沟通一下 跟他上报一下 这个事情经过了 然后领导让我们报警 2023年的1月14日早上八尺振兴派出所接到了辖区的一个烟酒行报警 称他这个烟酒行被盗 然后丢失了茅台酒和香烟 根据现场的情况分析 这个窃贼肯定是个懂行的 别看把货柜翻得乱七八糟 但东西是专挑好的拿 这就做到了用最短的时间获取了最大的收益 很明显不是普通的毛贼 而盘锦市公安局 新龙台分局振兴派出所接到警情 赶到案发现场后 才发现这个窃贼 是到底多么的狡猾和难以对付 丢多少东西清点了吗 现在正在清点 现在发现五条原响的毛台 盘锦警方赶到后 对现场进行了初步的勘查 分析出了盗贼的作案手法 但是这个贼很小心 并没有留下什么可供追查的线索 现场它那个后窗户 被那个用砖头给砸碎了 嫌疑人应该从后窗户 进入了这个店内 随后警方调取了店内的视频 试图从中找出窃贼作案 时留下的蛛丝马迹 我们第一时间将这些视频 拷贝回了我们那个所内 然后通过视频 我们发现了 在1月14日凌晨204分左右 嫌疑人通过他们的后窗户 进入了店内 这段视频显示的就是 当时嫌疑人将后窗 那个烟纽行后窗砸坏之后 进入的烟纽行 时间显示是2点04分 嫌疑人第一次进入这个烟纽行 实施盗窃 店内的视频显示 这个窃贼身高大概1米7左右 身材较瘦 头戴鸭舌帽 面部用口罩遮挡 手上还戴了一副手套 从一楼的窗户进入后 便在店里进行了搜索 通过视频我们可以判断出来 嫌疑人的目的地很明确 因为在视频当中有很多的酒 嫌疑人并没有去查看 也没有去盗取 而是静止就是前往了 他就是前面大厅 报取了两项酒 所以说我们认为 通过这段视频 我们认为就是说 嫌疑人很有可能在之前 就已经到这个店进行踩过点 除此之外 警方还有些吃惊的发现 在店里安装了报警器的情况下 这个窃贼在作案过程中 仍然显得从容不迫 甚至是肆无忌惮 在每次进出呢 都是在这个店内的报警器 报警的情况下呢 嫌疑人进入室内 就如入无人之境 根本就是不把这个报警 当作一回事 就像报警器没想一样 然后进入室内的话 实时盗窃 非常沉着冷静 这样的话 我们认为 这应该是一个 有前科的人员 逃离现场的窃贼 为何突然踪迹全无 在各个的路口 和所有的中心现场周边 我们经过这个视频 都已经封死了 就没有发现 这个嫌疑人的踪迹 偏僻的垃圾箱中 为何出现失气货物 在查看的过程中呢 发现里面 有被盗的茅台酒和香烟 垃圾箱里的名贵烟酒 北方警示正在播出 我们的作业是 给自己的爸爸妈妈 写一句话 爸爸是旷逛 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爸爸都去城里打工了 奶奶每天捞着 都有东西做就好 我爸是安全员 他好久没有回家了 我好想他 我妈是公交司机 在城里开发工作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 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妈妈捞的酒 好香的 没有回去 decline 多 bag 尔国 帝福 全中国 主持人 北本 有警示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警方分析呢 这个犯罪嫌疑人 在作案的过程中 做了充分的伪装 头上戴了帽子 脸上戴了口罩 手上还戴了手套 他不仅身手敏捷 还沉着冷静 前期应该到这个烟酒行 踩过点 熟悉店内的布置 在店内报警器 报警的情况下 仍然是有条不紊的 继续作案 这种种迹象都说明 这个人是个惯犯 导致警方在现场 没有发现这个 窃贼留下的任何蛛丝马迹 和有力的线索 那么接下来 谈警方该如何打开突破口 侦破此案呢 案发后 派出所组织了警力 立即对这个现场周边的视频 资料和这个影像进行了采集 而将这些视频资料搜集回来后 警方虽然经过仔细查看 却意外地发现 这个人并没有在任何一段视频里出现 在一起研究的过程中呢 我们分析认为呢 嫌疑人在盗窃了五香茅台酒 和这么多的香烟的情况下 如果离开 一定会有踪迹 但是在各个的路口和 所有的中心现场周边 我们经过这个视频都已经封死了 就没有发现这个嫌疑人的踪迹 这就奇怪了 嫌疑人盗窃了这么多的东西 无论是销赃还是搬回家 总要离开现场的 哪个路口都没走 难道他是长翅膀飞出去的吗 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很不正常 认为嫌疑人有可能将脏物藏密在了附近 或者是嫌疑人有可能就是 案发现场周边的人 这样看来 这个贼还真是够狡猾 为了逃避抓捕 他利用了人们的心理盲虚 给警方来了一出 灯下黑 但被经验丰富的民警人 一言就识破 于是 大家兵分两路 展开调查 一路对周边的可疑人员进行排查 而另一路 则在案发现场周边 展开一排式的搜查 在搜索的过程中 在一栋办公楼的后侧的草丛里 发现了两个垃圾箱 上面其中的一个被石棉做了标记 然后我们民警立即对垃圾箱进行查看 在查看的过程中发现里面有被盗的茅台酒和香烟 茅台酒中滑烟正常情况之下 谁会舍得把这么贵重的东西丢在垃圾箱里呢 所以不用问了 这肯定是嫌疑人在盗取了五香茅台酒和七条香烟之后 并没有转移出去 而是用黑色的垃圾袋包裹着 藏匿在了距离案发现场 只有一墙之隔的垃圾箱内 在外边还用石棉和砖头做了标记 但是这样一来 他难道就不怕被环卫工人或者流浪人员发现吗 所以他很可能就藏匿在附近 利用一个时间差先躲过风头 然后尽快将赃物进行转移 殊不知啊 这就恰恰给了警方一个守株待兔的好机会 因为在垃圾箱中发现了赃物 这个嫌疑人很有可能会在隐蔽的时间段 再返回到这个他藏匿赃物这个地点 为了防止嫌疑人在周边附近活动 然后被嫌疑人发现呢 民警立即将所有物品复原 然后撤离了现场 并安排了警力在周边部署 一旦发现这个嫌疑人出现了 立即实施抓捕 这一等就是几个小时过去了 眼看着天都黑了 嫌疑人却迟迟没有现身 难道是他发现了什么异常 不敢来了吗 当天晚上的七点多钟 然后嫌疑人来到了这个垃圾箱旁边 从里面取手了茅台酒和这个残物 其他残物 然后敦守的民警 立即向外面的布控的民警发出了信号 然后民警立即将这个存放残物的地点 实施了包围 等嫌疑人拿着物品准备离开的时候 民警上前将其抓获了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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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子 别动 点子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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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垃圾箱你不翻 就偏偏翻了这个 而且别的东西都没拿 就拿走脏物 这么拙劣的谎言 岂不是不攻自破吗 民警在进一步询问的时候 说因为你这个 放在这么隐蔽的地方 你能发现你是怎么捡到的 嫌疑人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交代了 是他茅台酒和香烟是他盗窃的 经审讯 嫌疑人李某某交代 还有一部分盗窃来的烟酒 已经转移到了他租住的小旅店内 警方立即带着李某某 来到了旅店内进行搜查 经过现场搜查 警方起货了所有的脏物 经过清点 与烟酒行失窃的物品 在品类和数量上完全一致 茅台酒说吧 对 三条茅台 那个刚才咱起的是两箱 两箱 五条茅台七条盐 对对 下一条那个 六条梦都过一条中华是不是 对对 这你昨天拿起来就忘了 是 这个算是打开是一条 对 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 对对对 我来加那个 对对对 上下 对对对 人赃俱载 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再也无从抵赖 盗窃得手后 李某某将脏物藏进垃圾箱 并潜伏在附近的小旅店内 计划着躲过风头就拿走脏物出逃 然而仅仅十个小时后 一切计划就全部落空了 俗话说呢 罚网灰灰 输而不漏 犯罪嫌疑人李某某 绞尽脑汁 策划的这次盗窃行为 最终呢 还是难逃罚网 他自认为天衣无缝的盗窃计划 还是被盘锦市公安局 新东台分局振兴派出所的干警给识破了 最终呢 被警方来了个人赃病 或抓了个正着 中文字幕提供